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外出 没有办法约人 出来谈事业 谈生意 甚至搞组织 能够做的东西呢 就是一定要通过电脑 或者甚至手机 然后跟他们去真正的做这个交流 所以如果我们本身不熟悉这个操作的话 没问题啊 学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就像今天大家来到这里 也是在学习这个技巧 这个观念的 不过学归学 学我常常说的 学和习啊 它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观念 学是什么样呢 学就是今天 我把东西放进我的头脑里面 我把它学起来 那个英文就叫做input 放进去 学了 但是有没有习呢 习是什么东西呢 习就是演习 练习 实习 意思说你要去做就对了 很多人有学 但是没有习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学了很多东西 你问他 这个懂不懂啊 懂了 学过了 学就是学了 过了 他就是没有用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所学的东西 一定要学了之后呢 想办法把它用出来 我们今天了解了说 上直播应该要做些什么互动 应该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甚至要具备什么条件 好了 我们今天一学完之后呢 我们有没有马上的在戴维尔或者戴维尔可能迟了 没关系 明天我们就开始去尝试做这个直播 也许我们做的直播第一次真的是很烂 很难看 那没问题的 你做完直播之后呢 你觉得你在Facebook的直播是很烂的 你自己讲到 你讲到真的是 你自己本身也觉得 不堪入耳的 那好 不要分享 不要储存 洗掉它 就好了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或者你暂时分享了之后 你把它录了下来 你再把它洗掉 Delete 你就不会存在了 没有人会去重新看你这个问题 也只有在当下直播的人看得到 对吗 那你做第一次 你做的不好 没问题 你可以尝试第二次 你可以尝试第三次 第四次 你越做就越熟了 你越做就越会了 你试想想看 我们刚刚开始从事AM的时候 你拿着AM的一堆产品 你了解了AM一大堆资料 你上过AM的课 你开始要推广AM的产品给别人了 你第一次分享的时候 是不是分享得很好呢 没有啦 也是分享得很烂的嘛 对不对 你又不是天生一出来就是做AM的人 而且你刚刚接受一个新资讯 你不管怎么分享都好呢 我们还是没有讲到很顺的 所以今天在直播上来讲 也许你对AM的产品很熟悉 你对AM的理念也很熟悉 你本身对AM的事业 你也经营了很多年 对你来说 根本就是呢 感觉不得的事情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当我们真正面对着这个电脑 看着这个荧幕的镜头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慌了 我们觉得糟了 跟我们以往的模式开始不一样了 我要怎么办呢 各位没有怎么办的 从此时此刻开始 你慢慢就会上手 你越做就越好了 有很多人 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给我的一个评语 也是这样子讲的 他说如果你在私底下听我讲课 你会觉得 我会跟你讲很多笑话 跟你很多互动 你觉得很轻松 那我刚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呢 我会比较木耐一点 比较严肃一点 原因是怎么样呢 因为我觉得 一个人 你自己本身 又好像在说笑 就好像感觉到有点怪 但是目前来说呢 我在整个网络上 在收课的方式呢 其实跟我私下 在现场收课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很自然 可以自己说了 就好像很多人讲的 我们看到有人在分享说 好像在自圆自语 基本上来说 你就算在现场讲课 你是不是在自圆自语 我们来看一下 你做讲师的 你其实在台上讲课 你也是在自圆自语的 我们有时候 没有声音吗 有吗 有没有声音 有了吗 有声音就可以了 有吗 好的 我们说今天你在台下讲课 你其实也是自圆自语 你要明白 有时候有一些学员 他们真的是 我们可以说很坏 或者甚至说 他们本身呢 就是故意来搞砸你了 你问他任何问题的时候呢 他都好像一块木头一样 没有反应的 这个我真的试过的 不是一个 是全班的学员 都是那种木头的 你问问题 他不答 你讲笑话 他不笑 你要怎么办呢 你这个情况底下呢 你只能够做的就是呢 叫做三个S 我常常跟他们讲三个S 什么叫三个S呢 不是什么 Selling Sponsoring Servicing 三个S Shop Shop Sendry 我跟你讲啊 自己讲 自己爽 你知道吗 意思是怎么样呢 你自己问问题 他不答 你答 你自己讲话 他不回应 你自己要回应 你讲了一些笑话 他们不笑 你自己笑 好不好 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来的 所以今天你面对这个电脑 你就好像傻瓜一样 就好像这样子来讲 就可以了的 各位啊 今天因为你看着电脑 你看到你自己的样子 你觉得好像怪怪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今天开着车 有没有用着Hands Free 来讲电话 有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自言自言 我想问一下 听起来好像是 但是对方好像给你回应 但是好像我们其实是老师说了 你一定要习惯这种方式的 习惯这种分享的模式呢 你慢慢的你就会变成自然了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因为难而你不做 你难你不做 你永远都不会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探讨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 我们如果做这个线上直播 或者预录都好呢 你现在很重要的关键点 你在做这个直播 有没有人看 有很多人是可能经过 进来 走了 进来又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如果Facebook直播 你会发现到 你的那一个 我们讲的左上角 有一粒眼睛的 有没有发现过 你有做这个直播的 你应该都知道 那你眼睛的旁边 就会出现数字了 那这个数字 一就是代表一个人 二代表两个人 如果有一千就是叫做一K 就是一千个人在观看这里 那通常呢 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流量 几千个人 除非你是明星了 好不好 或者你本身 你真的有这样子的号召力 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关键就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是说 吸引到这样的人 但是呢 那你眼睛出现的旁边 那一个就是你的人数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的 一开播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个 两个 五个了 七个了 然后九个了 然后就变成十五个了 越来越多了 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开始降了 十二个 十一个 八个 五个 变成三个 然后等一下变成一个 等一下那个眼睛不见了 眼睛不见是什么问题呢 没有人听了咯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做着直播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因为那个眼睛不见掉了 你就开始在那边 马上停下来 没有人看了哦 哦哦 惨咯 甚至还在那边 讲了一些不该讲的一些话 讲了一些出口 oh shit 这些东西全部不要讲 要永远记得 你一定要保持镇定 讲回很自然的方式 讲回你现在要讲 你当作有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在看着你就好了 千万不要因为你人数降 或者甚至没人看 你就开始不讲了 所以这个直播 你在讲完之后呢 你就要把它分享在你的页面上 当你分享在页面上的时候呢 这个直播在之后 就会变成你在你的页面里面的一个影片 你可以偶尔把它当成是 你可以开一个包厢 给别人重看 或者有的人 他们在浏览你本身的页面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去看你的重播了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 这个你已经是没有人看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有一种心灰意冷 那好了 现在我们现在来看了 你在直播的时候呢 其实跟你预录的感觉呢 是有一点不同的 我们要的是 人家怎样能够看你影片的时候呢 愿意从头慢慢听听听听听 听到结束为止 那个就叫做成功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一下了 到底要如何能够真正的 做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 都在这个Live 都在这边